今天继续吃瓜报告节 和大家分享近期的搞笑 离谱 以及令人无语的娱乐事件 那么废话不多说 大家点赞上车 咱们马上开始 新雨昕 秦枭贤 9月26日 新雨昕抱前男友秦枭贤 孕妻出轨 睡粉 多现病行等问题 后续 事情就迎来了新的进展 10月3日 新雨昕再发布表示 当初自己流产了两个孩子 医生告诉他们 以后很难做妈妈了 而此时 秦枭贤也是风波后首次露面 在音乐节上感谢粉丝陪伴 后续相关词条都让人搜 这约等于给粉丝使用了一针强心剂 毕竟他都感谢我们了 我们还不得肝脑涂地的 为哥哥冲锋陷阵 对抗银河系 不过后续事情的走向 就有点受不住了 10月3日晚 一篇来源为人民网的 名为低俗炒作博眼球 爆瓜文化不可取的文章 被不少秦枭贤粉丝转发 还有大粉表示 新雨昕低俗炒作博眼球 博取同情 愚弄公众 这种女人是女性之耻 娱乐圈独流 不过马上有往后发现 所谓来源为人民网的文章 并非真正的人民网所发 后续人民网评也出面皮腰 人民网并没有发过这篇文章 此乃彻头彻尾的套牌戏法 文章的链接 根本不是人民网 社会法治频道的网络地址 新雨昕此时也表示已经报警 而参与转发该文章的 秦枭贤大粉 该甩锅的甩锅 该跑路的跑路 后续有人还原了事情原委 起因是 一名秦枭贤的大粉 在应援群中转发该链接 表示官方发文了 而且这篇文章有德云社的功劳 基于对该大粉的信任 群里其他大粉开始安排转发 而事发后 群里的粉丝再与其联系 就没有回应 并发现他退群了 10月6日凌晨 消失的大粉露面表示 链接是朋友发给他的 他也不知道是假的 总之 此事扑朔迷离 但闹得挺大 北京通州警方通报 以立案侦查 还有网友猜测 应该是工作室和明星 把粉丝卖了 而秦枭贤的一些粉丝 则认为 秦枭贤这是被人海了 并强调 我们作为粉丝 应该给秦枭贤一个公道 他们还希望秦枭贤能站出来 错了就错了 立正挨打 为年轻的过错买单 不要让那个女的 错漏百出的故事 成为唯一的故事 看到这儿 是一篇小鸭表示 虽然缺德事 都是秦枭贤做的 但秦枭贤 应该得到一个公道 粉丝的言论 比你正主的段子还要好笑 但凡秦枭贤能出来狡辩几句 他早就出来了 粉丝的想法 比你正主的颜值还要幽默 向左 鼻梁中有老婆 由向左 郭碧婷主演的电影 门前宝地 在9月20号上映 28号开始网播 最开始 其实没有太多热度 但最近 由于向左本人的各种精彩表演 被网友疯狂转发 相关内容也是频繁登上热搜 比如这条 郭碧婷信念感 向左演技好像疯了一样 五行的后代 就是互相娶 互相嫁的 外人受不了我们 我们也受不了外人 你的好 我都记得 遇上难事 要找我 我一定还 有网友猜测 向左突然打自己耳光的原因 他突然打自己一巴掌 是因为他准备走了 而楼道灯是声控的 不仅如此 不少网友发现 向左手扶鼻梁的这个动作 在电影中多次出现 外人受不了我们 我们也受不了外人 你的好 我都记得 于是有博主发博提问 向左的鼻梁鼓到底有谁在 向左还特意回复 鼻梁中有老婆 这个答案你满意 之前 向左的演技综艺 无限超越班时 就被网友吐槽 用鼻孔看人 结果鼻子现在还能住人了 看到这儿 随便小鸭表示 有一句话是 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你 但当你凝视着向左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是住在向左鼻孔里的 郭壁亭在凝视着你 仿佛想告诉你 你看 我老公厉害吧 投资两个亿 票房不到二百万 别的富二代 花两个亿吃喝玩乐 向左花两个亿 只为逗观众一乐 毕竟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向左确实与众不同 有网友称 内娱三个跨界天才 黄磊做饭 孙力跳舞 向左演戏 所以咱们马上快进到下一个 黄磊做饭 10月6日 黄磊顿豆角的词条 突然登上热搜 原因是 有娱乐博主放出视频 称我真的要笑出精神病了 网友评论 黄磊刚出声 医生 你这接生手法不对 看到这儿 视频上小鸭表示 黄磊这套喜欢论姿排背 假大空的说教方式 引起网友吐槽 但如果这是向左 大家就会觉得很合理 比如 别人让声控能量 是跺一下脚 向左就说 你这手法不对 然后抽自己一嘴巴 灯亮了 还能跟人这么说 所有事情 到最往上走的时候 比的就已经跟这事没关系了 你就说开声控灯 比的是谁声音大 动作快 绝对不是 他一定比别的 他比的是创意 是你对剧情的理解 比的是你对生活的感悟 你的信仰 你的坚守 你的两亿人民币 这些东西 都已经跟声音大小 没什么关系了 老师为周宇彤发声 由于花儿语少年第六季的热播 周宇彤也是频繁登上热搜 之前花哨团现场抗奥运 就引起过争议 由于在体操比赛后 周宇彤发布配上了自己开心的自拍 以及中国选手苦笑的表情 被网友质疑蹭热度后删除 之后花哨播出 又是引起不小的争议 例如周宇彤提前向金晨表示 田佳瑞可能要送金晨自己 犹豫没买的礼物 后续又私自拆开田佳瑞 送金晨的礼物扔在床上 哪个吧 拿都拿了 我送你行吗 我不要了 我一直断雪梨做得非常好 给你买那个了 你信不信 不可能 真的 不用 男人都是这样 从男孩变成男人的 你信不信 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这啥 你喜欢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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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小条 这在哪放着呢 在床上放着呢 例如 之前明明参加过水上运动 结果下水时 表现得自己非常怕水 你不懂这种 不会游泳的人那种恐惧 我懂 但你帮我下跳 你只要坐在这里就行 对你坐我这 你坐在我 你坐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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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夸金城幽默的片段里 都能看见周宇彤在水锅 我没怎么参加过 我看你好几个综艺 我尝出这些第二个 之前有一些飞行 什么都是宣传切的时候 我没有想 因为我之前害怕 我玻璃心 我也是 我自己要去录综艺 我觉得我把就是 好坏都是我 会这样 所以我很少录这人秀 他录的多 我自己 其实演员上综艺 在内娱 确实不是什么值得夸的事 反而有时会被认为是不敬业 而周宇彤马上否认 频繁上综艺也就得了 还立刻拉金城出来挡枪 也是够可以的 不仅如此 还要博主发出 周宇彤为了与侯明浩合影 挤走了刘烨 以及金城给周宇彤拍照片 周宇彤拿到手机后 直接离开无视金城的视频 不过后续 这俩人都与周宇彤 在社交平台上互动 以证明大家关系不错 再之后 有关周宇彤的讨论越来越多 又博主发现 之前周宇彤一次营销 自己是复旦校花 但结果 周宇彤毕业的学校 是复旦大学的独立二级学院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是一所民办学校 很快 周宇彤复旦登上热搜 网友评论 人家从来没营销过高知版 但很多网友 依旧是对周宇彤的表现不满 看完花哨真不喜欢他 老爱屈屈别人 后续 周宇彤的大学老师 发布我替周宇彤说话 人好好拍电视剧录综艺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来黑他 从来没立过复旦大学高材生人设 有这时间看看他的作品 网友评论 每次都让别人来替他证明 看到这儿 水平小鸭表示 这一招建议也向向左学习 让你那个声控灯出来说一句 我这声控灯只有扇嘴不才亮 出其他身它不亮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动员会议 咱们下期再见